大家好,欢迎走进静观中国特别策划,习近平与冬奥。 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? 我们的运动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奥运金牌? 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一届奥运会? 这是一百多年前中国人著名的奥运三问。 自此,中国的奥运梦开始萌芽。 随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努力与拼搏,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, 这奥运三问皆已得到圆满回答。 而今,北京2022年冬奥会即将启幕, 当奥运盛会与中国再次相遇, 外界关于北京冬奥的关键三问也正在得到解答。 第一问,中国为什么要在夏季奥运会后再办冬季奥运会? 外界或许可以从习近平主席对于冬奥的一系列谋划之中找到答案。 习主席将冬奥置于中国体育发展的蓝图之中, 放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目标里,写进民族复兴的叙事里。 第二问, 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之时, 北京冬奥会能否如期举行? 答案就在习主席反复声明的这句话里, 办好北京冬奥会、冬藏奥会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。 疫情一度让中国经济社会按下了暂停键, 但冬奥筹办依然被列入优先考量。 冰丝带、冰立邦、雪游龙、雪如意, 一个个场馆提前建设完成。 永国教委会副主席小萨玛兰奇的话说, 尽管遭遇了鲜有的困境, 北京冬奥会依旧持续完成关键里程碑任务。 第三问, 疫情之下的北京冬奥会将要怎么办? 对此,习主席亲自部署, 要求守住安全底线, 确保万无一失。 安全办赛, 中国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, 既有宏观政策指导, 野下秀花功夫更有科技上的创新赋能。 一万九千名经过严格培训的赛会志愿者, 助力赛事安全保障的方方面面, 有外国参赛选手说, 相信到了北京冬奥会, 就是到了最安全的地方。 今天关于冬奥的这些问题可以再用一句话作答。 世界期待中国, 中国准备好了。